今日和大家去台湾 逛逛台北很有名又好好逛的夜市 小河街觀光夜市 一個頗受遊客歡迎的夜市 它的位置亦都很方便 可以搭捷運過來 亦都可以搭火車 它正正在捷運松山站旁邊 而由松山火車站走過去 都是3-2分鐘 而松山火車站的所在位置 現在又有個蠻大的商場 蠻好逛的 這個夜市其實只是一條直路 十分好逛 而且頭尾都各有一個很大的中式牌坊 十分異形 而這個夜市亦都很靠近這個五分鋪 亦即是台北買衣服批發的地方 當然亦都有零售 大家可以先去這個五分鋪 逛逛買衣服 之後再逛過來這邊逛夜市 大家和我一起逛逛 一到達這個牌坊 就會見到它很有名的胡椒餅 基本上長期都要排隊的 這裏的小食店鋪特別多 購物店鋪的種類就不算很多 但都蠻好閒的 然後一直都是小食店鋪 而兩旁的街店鋪呢 亦都有些賣鞋啊 賣衣服啊 夾公仔啊 還有賣一些日用品的店鋪 那相對就大間少少 亦都有些食店可以進去坐下 好 加速和大家逛逛夜市 雖然就說逛夜市 但由我開始到離開 天都還沒黑 待會就在那邊 我們先去照顧我 坐一邊 坐下 好 稍微公正 我待會叫你闊見 太遠了 走一邊 走一邊 阿琔 先到沒有黑客 我們在走一邊 我們去堂堂栗子 我們去堂堂的地方 我一邊都一起去堂堂 我們在好的講述堂 上月 會厚大道 我們來看看 我們去堂堂堂 你們我們來 dock 我去的時候時間都比較早 店鋪還未開,但已經人頭湧湧了 先吃甜品 它的裝修雖然簡單單,但又有點特別 都蠻好吃的,價錢又抵 小食的種類十分多,真是不知道選什麼食號 工夫 店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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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夜市必備的夾公仔袍 夜市有些店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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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